讲期之前呢我们先澄清一个观点 我呀谁的粉也不是 我什么对我也不占 这个他们一些看法 他们一些说法看法 我之所以有意见 我就说了 你要是有证据有什么的 你去救出来这个害群之马 把这个真相还原出来 那你是个汉子啊都给你点赞 你要是什么都没有 天天讲这讲那讲一些冠冕堂皇的话 讲一些这了那了呢 那有啥用呢对不对朋友 什么都要讲究证据 这个双子星两个人 我只佩服他们的棋艺 他们的人的性格呀干什么呀 我是一点都不佩服 我谁的粉都不是 我们来讲一盘这个郑卫彤 跟郝季超下的棋 这盘棋呢也是下完之后呢 两个人也是结怨了 这个郑卫彤的脑郝季超 可是恼了好多年据说是 我们来看这把实弹 郝季超呢 现任之路 郑卫彤呢 来了一个足底炮 红旗呢 还架中炮 黑旗呢 很少见 他呀补了一手七项 一般呢都是补三项的多 红旗呢 先补一手试 削弱你这个足底炮的威力 以前呢还有走这个跳编码的 黑旗呢在这里选择了呀 炮大兵 以后呢想跳正马 那红旗呢就飞个边向 试探一下黑旗的硬招 黑旗呢炮退一步 红旗呢再上马 黑旗呢也上马 以后准备出狙 那红旗呢就上马 把他狙封路 那他一看这边狙出不来了 你这边呢也没动呢 他就赶快呀出动这边的子力 红旗上马之后呢 黑旗呢也上个马 那黑旗也上个马 你这个狙就出不来了 你一出他上马打你了 那红旗呢就不好意思狙一平二了 他就狙九平六 先把这个狙啊开出来 你这个狙 不出他也是上马 把你封路 红旗看这个狙出不来了 这个狙呢现在暂时也没有好点 他就选择了呀并无精英 以后准备再并无精英 从这个中路突破 黑旗呢就补一手势 那红旗呢还是继续冲 你不吃我拐开了 那他也只有吃掉 吃掉之后呢 红旗呢把这个小马呀 飙进来 飙进来之后 既要回马踩你的这个中族 要挂脚将军 又要来一个 弃马踏项 那黑旗呢 见平局 红旗呢有平炮 下一招 这可要动手了 黑旗呢踩进来 黑旗踩进来 就逼红旗表态 你现在动手不动手 你再不动手 我把你中炮给你换了 那一旦这个中炮 被这个黑马换掉之后 那红旗 任何攻势也都烟消云散了 所以说呢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骑马踏项 那你现在来不及换炮啊 因为他将军跑了 他也只能是向掉 向掉之后呢 红旗呢 开炮 打一将 黑旗呢 选择出老将 这个红旗少个子 但是呢 换掉了他双向 我们经常说了 一马换双向 骑士必英雄 向旗向旗呢 对象都没了 那你还下什么旗呢 是不是 红旗也是足可一战 出去抓炮 这是一个先手 他呀 直接拼到内场 你不拼到内场 你拼到这没有用 因为他高居上来 以后照头 还是一将 你还能拼过来 你拼到那 红旗也是把狗点进来了 点进来之后 他可能是害怕 他在内场有个大马 或者说直接打马 以后呢 再来将什么的 这个时候啊 他选择了把马跳上来 这招骑啊 应该说是一步败招 事后拆解啊 黑骑啊 应该走一个足五进一 足五进一 这个局面呢 还非常非常复杂 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一个上马 这招一上马之后呢 这个阵型啊 就出现问题了 红旗呢 选点选的也很刁钻 进去 抓你的炮 下一招 这个 叫一将 非常厉害 因为你再回马 他平过来 你这个马 根本没有炮的养护来 这个黑骑呢 无奈 选择了一手 进炮 那红旗呢 也是给他来一将 你电这个炮 没有用 他是 选择了回马 那红旗呢 就过来一捉 我就说了 这个局 把这个炮赶走了 卡住了之后 你这个小马又没根 没根 关键上的 还不敢躲呀 你躲这杀炮 要命了 那怎么办呢 在这里啊 黑骑呢 就选择了 平一将 这个红旗呢 他现在呀 也只能打回来 打回来之后呢 黑骑 这时候啊 让他踩掉 踩掉之后 踩着鞠 踩住马 你要是先杀一将 他一进去 俩鞠都在嘴里 所以说呢 这个他不能先吃炮 只能是先吃足 现在呀 吃着小马呢 黑骑呢 踩进来 红旗在这里 没有选择用鞠吃 用鞠吃 他进去了 他呀 选择用炮打 用炮打 有什么好处呢 你不敢试啊 你是要你的命 关键是啥呢 他又四处闪击 你要是进老将 进中 他各中一将 还是有闪击 在这里呢 黑骑选择了一手高鞠 红旗呢 就先平炮一将 其实这个旗啊 他可以考虑先吃足 吃足 以后江野军给他请上来 以后再平炮 再各种闪击 也是非常厉害 那这一将 黑骑呢 就对居 红旗现在少个子 肯定是不能跟他对 等他吃足 黑骑这时候顽强一点啊 他应该是高一步 高一步 守路 这个是最顽强的招 他呢 走的是非常凶狠 几点下而落 点住你的小蛮腰 想着以后一回马什么的 这个底下一将 这就开始或者把马扑进来以后 底下一将 这就要你的命 那红旗呢 在这里选择了是打马 打马呢 其实呢 就错过了一个速胜的机会 他呀 应该士卒 士卒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来看看 士卒下一招 这个进一将 把这个炮一拦住 因为你这个进马什么的 都不是杀了 他给你将上来 停炮一来 他就要双军错杀了 你要是先进脑将 那他这个一将非常厉害 一将你不敢下市 你一下市 这个照头一将 你在补哪个事 一进炮又是一个杀 你只能电鞠 你一电鞠 他在这个 进炮一将 给你来这个死亡翻滚 那可是非常毒 所以说呢 这个 他 这个点进来之后啊 他是选择打马了 这他应该赤足 赤足就速胜了 他是选择了 打马 这个打马呢 也可以说 又给了黑棋一点机会 黑棋就把马跳进来了 跳进来之后 这个一将 你一下市 他即将助攻 要杀你的市 那红棋呢 就只有先回个向 那黑棋呢 不依不饶 加敌 继续吃相 叫杀 那他只能 平过来 保路 那黑棋呢 进马 踩你的鞠 红棋呢 只能退回来 被迫的 防守 他又跳边 这个一踩了相 可就不得了了 只能啊 再拿一个鞠 过来保 这就是他 先打马 给了黑棋呢 一点机会 他要是先吃足 有这个双鞠措 有这个散 停泡 闪击 这个拦截的鞠 那就没事了 黑棋呢 在这里啊 选择了对鞠 红棋一看 你对鞠主动 这个危险警报解除 他就跟他对了 因为对完之后 你这个马的位置 太差了 红棋就退回来一桌 回不去啊 回边上 这一滚 也给你吃死了 你只能啊 把这个马呀 跳边上来了 那我们经常说了 残骑马胜炮 但是呢 你现在呀 位置太差了 一个鞭马 马跳鞭 必被尖 最主要呢 对象没了 缺了两项 而且呢 缺相怕炮 红棋呢 恰好还是个炮 他这个炮一盖 他这个鞠的位置也差 马的位置也差 这个就很难下了 黑棋呢 平鞠 那红棋呢 把相连住 黑棋呢 进足 红棋呢 也没有来飞这个足 他觉得飞这个足 太速度太缓了 飞个边相 把你马盖住 下一招啊 捉死你的马 那黑棋呢 就赶快退局要对 红棋肯定不跟他对 捉马 这个小马呢 就死了 他就选择了吃兵 这个棋啊 由于你缺俩相 你就是把这兵给他吃光 这个棋你也合不了 那我们都知道 那郑文中肯定更知道 他给他吃了 你要是吃这个兵呢 他就把你这个足一飞 那这个狙炮 那这个狙炮是降权 对你这个战狙缺俩下 那你肯定是必败无疑 所以说呢 他也不吃了 只往下冲 想着这几个足啊 以后靠近来 靠近九宫 看看有没有一点机会 你不吃 他不给你吃了 冲上来 冲 重启呢 高个炮 可以启呢 行过来吃兵 把这个边兵呢 先不给 先飞个象 保一下 他呢就过来 多炮 他炮平过来 交给象保住 大家算没招了 退回来吃象 那象可以给你吃 这个炮有根 平过来 他也没有吃这个象 想着冲下来 想着赶快过来啊 把俩试换了 因为你这个试一旦没有试了 这个炮呢就没有炮价了 以后他找机会 要是再试试你的兵 试试你的象什么呢 看看有没有一点 求和的这个机会 红旗呢 就把锯搞起来 不理他 黑旗呢 把族靠过来 红旗呢 就过兵了 那黑旗呢 就动手了 把士一撞 那这个机会就说呢 你要是给他试了 他杀你一将 把两士给你拨完 你这两下也都分着家呢 以后他吃一吃 捉一捉 这个 对你有骚扰的机会 尤其是还有一个编族呢 所以说呢 红旗啊 他这里没理他 出帅 不理你 那黑旗呢 要想读 拱编族 这个小编族呢 承载着全策人的希望 就冲过来了 那红旗呢 腿炮一打 这个全策人的希望 一销了 呃 两半截 因为这个靠的靠近九宫啊 在九宫里呢 你这个还远着呢 那他也只能是先吃个馅 找点安慰 那他给他打了 给他打了之后 我就说了 这个闯进九宫的小族 全策人的希望没有了 那个还远着呢 这个正常情况下来说 可能走到这啊 都偷子认负了 但是我们知道 郑卫童有一个非常优秀的 这个品质 那就是 不会轻易放弃 顶边上抓一下这个 他来一将 他只能进来 然后啊 他又各种来了一将 他又出来 然后 高居一宝 保住兵 以后赵头还要将 你又没办法护着头 护着头 平炮给你打死呢 那 黑旗呢 在这里呢 他并没有这个 继续冲这个族 他要哄一下 骗一下 进一步拘 什么意思呢 万一你一时不查 你把族一吃 他照头一将 他反而又赢了 这个有这点小心思啊 那红旗啊 心里面都偷着笑了 哦这是准备 等着让我走自杀呢呀 他来一将 那你进不去啊 只能卖试 杀试一将 只能进去 那这个旗我就说了 人家这边赵头可要命啊 你这个旗你得小心了 他再来一将 那你不敢再出来了 再出来这个平炮一将就要命了 他这个是 红旗呢 红旗呢 在这里啊 他也不能再保这个兵了 因为你要退回来保这个兵又吃足 人家赵头一将 那反败为胜了 闹大笑话了 红旗啊 在这里啊 只能把这个士啊 给他打了 打了之后 你这个旗你现在吃冰 他可以平一将 你只能老将偏到这来 以后呢 他把这个泡瓦缩回来 缩回来之后 这个旗呢 你就 受不住了 所以说呢 他 吃这个兵 他也来不及 他赵头一将 那他只能进来 然后啊 他又退回来 吃住这个兵 其实走到这儿 明智一点 也就投降算了 但是呢 他总觉得自己还能再抢救一下 那 你去看 你既然不投降 那咱家就继续走吧 平一将 不敢往这门来呀 往这门来 这个炮又缩回来了 他往这来 那红旗呢 我这个兵 我也不要了 本来他可以 把这个兵保留住 往下冲 退个室 靠兵赢你 不算本事 不要了 那他给他吃了 红旗呢 把炮缩到底下 也不让你将军来骚扰 下一招 这个炮往内上 一放 在一城市 点什么 吃什么 都任人家宰割了 那走到这儿 总该投降了吧 这个好记涛 得意洋洋的 瞅一眼 那 孙伟彤呢 当没看见 继续抽 这也不认输 给郝基超 也整蒙圈了 好 那你不认输 那大家就继续走 行吗 下一招一指示 你怎么办 就问你 那黑旗呢 还当没看见 继续往下冲 那郝基超也乐了 哎呀 资格式 资格式 要的命呢 只能电锯啊 那他把拘一打 把拘一打 下一招 赵一将 继续要命 黑旗呢 觉得还能抢救 又上部老将 这个好记涛 真是长得没脾气了 本来呀 好记涛退居 赵头一将 那就就完了呀 白脸将了 他一看 他不认输 这个 好记涛 这个他调 淘气了 他调皮了 他平个炮 哎 你不认输 好 那咱俩就继续玩 准备回来 再来 那黑旗呢 平个族 下场准备拦住他呢 他又退回来 你说这旗 这不杀人猪心吗 黑旗平足 这个黑旗平完族要投降 要投资认赋 好记者要更主 不行 必须给我走下去 来一将 那黑旗呢 只能靠个足 红旗呢 给他一打 这不中了吧 这几下老将 红旗呢 又平炮 下诈又准备缩回来了 你这 完全欺负人呢 这个不知道 当时掀桌子 没掀桌子 反正这个旗啊 最后啊 被吃光了 据说从这之后啊 这个邓卫童 只要看见好记者 见一回就杀一回 一定要报仇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